Hi babe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春节刚刚过去 大家看东西发财还在我的工作室里面 大家春节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每逢佳节胖三斤 Anyway今天要讲的话题 是最近火爆网络的一个词 叫杀猪盘 只要跟大家说说 不知道这个杀猪盘是什么意思的姐妹们 我去把这个定义从百地百科里给你拎了出来 杀猪盘是从业者们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 诈骗分子准备好人设交友套路等等猪资料 将社交平台称为猪卷 在其中寻找被他们称为猪的诈骗对象 然后通过建立恋爱关系 通过取得对方的信任 即养猪 最后骗取钱财即杀猪 你知道在春节临近的时候 可能杀猪盘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业绩要冲 所以他们实在是非常的猖獗 几乎是囊破了所有的交友网站的APP 还有所有的社交媒体 你所能想到的什么Instagram 微博 WhatsApp 你能想到的全都有 甚至还杀到了用于求职的专业的social media LinkedIn 所以实在是无网不漏 而且他们是从东南亚来的 但现在风移全世界 世界各个角落都能看到这些杀猪盘的身影 他们最大的受害者群体的目标 是一般是20多岁到30多岁的未婚女性 我曾经以为他们的诈骗方法都非常的拙劣 所以几乎很难有人被骗 但是后来我在小红书上看了很多很多 关于杀猪盘的这些信息 发现真的成千上万的姐妹被骗 而且你会非常惊奇的是 其中很多很多姐妹都是高学历高收入的这些女性 所以我想这个杀猪盘的背后一定有非常复杂的心理学的研究 在支撑他们一步一步取得你们的信任 虽然我不像其他博主一样 自己有跟杀猪盘这个交流的这些经历 能够告诉你们他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取得你们的信任的 但是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大家 我所遇到了杀猪盘来撩骚的这个信息都是什么样的 还有几种能够辨别杀猪盘的方法 最后一招就是不管是不是杀猪的这些骗子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怎样才能保护自己不受骗不受伤害 OK那我们现在从最有意思开始为大家念一下 我所收到了这些无聊杀猪盘的撩骚信息 整个跟大家说了 我所收到的信息基本全都是在Instagram上面 就觉得很有意思 我在其他的地方是没有收到过任何这种的 首先我是我咋不加任何的生人 我的微信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所有的社交网间 从来不开任何的漂流屏 从来不加任何的生人 那其他比如像微博这种 我是有逼的嘛 所以实际上是公共人物来讲 可能他们就会避讳一些 但是Instagram上面我是没有verify 没有认证的 那没有认证的话 而且又是一个公开的平台 所以在Instagram上面 我就收到了很多杀猪盘的这种骚扰 我一般情况下肯定是不回的 因为我基本上是不会回生人的 任何的这种私信的信息 除非是我的粉丝 像我请聊些问题 透露一些信息 或者问一些问题 不会耐心的回答 但是那一看就能看出 他是不是你的粉丝 是不是了解你 像那种撩骚的 我是一律不回的 但是有很多很多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不是普通来撩骚的 他就是来骗的 我给大家念一下 因为我收到这种信息太多了 所以实在是非常的难 全部都给大家念出来 但是我收罗了一些 给大家念一念啊 哈喽 丑的人已经和你打招呼了 期待美丽的你的回复 明明知道自己是个丑 为什么还要跟我打招呼呢 哇 宝宝继承了你大眼睛的完美基因 方便透露一些机密给我吗 比如让我的孩子 也有大眼睛的小秘方 这个就很乱 直接写了一个How are you 然后再看啊 后面这个写了一个 嗨美女 然后他Instagram的头像是半裸 这样子 接下来这个说嗨美女 你好 这些都是比较晚的 互充业绩 这个有意思 这个胡同学写的 旁边还有个中国的国旗 sorry你侮辱了国旗 请不要把国旗放在 这张X脸的旁边 OK他写着 你知道你和天上的星星 有什么区别吗 你知道你和傻X有什么区别吗 没区别 姑娘 我觉得有件事情 我们需要谈谈 谈你XX谈 谈棉花去吧 然后这个写的英语 Hello Do you know that you have a special magic power Yeah I do I can identify scammers when I see them OK 这个 这句话实际上是很多沙漠盘都用的 我收到了好几封丝绩的写 都是一样的内容 就是很懒 冲业机都不动动脑子 Your picture looks like that who 这个人写到 You're like a top grade Westlake龙井 The faint bitterness is your maturity The more you taste The more you taste What the fuck 写诗都写成这个样子 What the fuck 西湖龙井 Westlake龙井 Top grade Faint bitterness Go fuck yourself OK 这个人写到 像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公主 让人心动 姐姐就是童话世界里走出来的 而且我有火眼睛睛 骗子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我觉得你应该要赔偿我 是 赔偿你三个大嘴巴 够不够该在 看到了这个 一路走啦 有千万人经过身边 可是却只有你相遇 希望能够跟你互相了解 岁月流转 磨灭了誓言 冲淡了情缘 在飞逝时光面前 唯有朋友永远 希望能与你交个朋友 哇 滚蛋 再看这个啊 你的身材和气力都挺好的 请问你是时尚模特吗 我X是超级名模 你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滚蛋 我认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是维纳斯 接着就是你 维纳斯缺胳膊 你缺脑子 总是人太多了 我们今天就先念这几个 大家开开胃 这些资讯我都完全没有回过嘛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我为什么会认为他们是杀猪盘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啊 就变食杀猪盘的几个特征 首先在Instagram上面 他们这个profile 他们这些照片一般都是公开的 但也有一些是private 所以也不能一刀切啊 但是大多数是公开的 而且你打开之后 必有几种照片 必晒豪车名表 他吃牛排 去滑雪 总而言之做什么头等舱 高大上的这种生活气氛 而且里面还有一些 他去健身房的一些摆拍 亮出腹肌 还有一些利于模特照的这种 很自恋的那种 很glamour的那种照片 还有一个特征呢 就是他这个主页里面 一定会写上他的海外背景 比如有很多人 他会放一个中国国旗袋 放一个美国国旗袋 或者放个中国国旗 放个加拿大国旗 英国国旗 代表他双文化 或者多国文化的背景 还有这些人 一般的自己的profile里面 都说他们是从事 什么金融类的工作 投资类的工作等等 打造一个非常让人 羡慕的这种高富帅的 金融专业人士的这种形象 要不然就是搞IT的这种新贵吧 等于是这种形象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这个profile 和什么特征呢 他里面的照片不会太多 他大概最多 我所见到的就是 几十张到两百多张这样 他不会像一般的人 如果他经营Instagram很多年的话 他这个照片 是会有一个跨越时间度的 比如说有的人 可能他可能一五年 加入Instagram的 到现在的话 还有这么多年 哪怕他照片不多 他跨越的时间段 也是非常多的 那这些人的基本跨越的时间段 都很短的集中在一两年 而且照片不会特别多 因为骗子是不可能 几十年如一日去培养一个 那真的这种profile 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基本上 如果中的这些点 他就一定是杀猪牌 那我所念的这些人里面呢 我不敢百分之百肯定 因为毕竟不知道这些人 但是99%这些都是大骗子 那有些宝贝可能问我 你怎么这么肯定 这些人一定是杀猪的呢 首先我跟大家讲 我所认识的这些 真正是高学历 然后高收入的这些单身的直男 他基本不会在社交网络 晒出太多的东西 即便有的话 那他也是比较低调的 我身边基本的条件非常好的 这些直男的男生 是不会在网上公然晒出来 他有多少块表 或者说他吃个牛排 什么一定要照下来 尤其最不可能的 就是他会拍各种各样的那种 例如模特类似于的照片 看我就是魔果皮修了 那是基本不太可能的 因为这些人他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都非常大 他是没有时间去经营他的instagram 他没有时间去经营他这些社交媒体 大家要记住社交媒体对于我来讲是一份工作 那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 他只是一个用来标浅的东西 你想一个什么样的直男啊 他会去花这么多的时间去给自己的照片辟图 去给自己营造一个人设 到哪里都要先照照片 那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当然是姐妹的是给的男生除外啊 我现在说的是直男 那即便他不是骗子的话 这样的男朋友你真的愿意要吗 那这样的男朋友他一天到了执照给自己修图 比你护肤程序还复杂 那这样的男生真的适合你吗 如果你说适合你也当我没说啊 自己随便 但是我告诉你 真正高富帅成功的男孩 他真的没有时间 更没有兴趣去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 那其实除了我说的这几点能够帮你十遍杀猪盘以外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一般的情况之下条件比较好的 亚洲男生尤其是中国男生 在婚恋市场上是绝不缺乏追求对象的 一个男生如果他条件特别的好 他要不然就是已婚了 要不然呢可能就是身边选择非常非常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中国男生他在个方面的非常好高富帅的这个背景之下 他会上网以私信的方式来撩骚陌生人的可能性低之又低 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 而且他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允许他这样做 所以大概率的情况之下 这一定是个骗子 你觉得什么样条件非常好的男生 会在网上联系陌生人 根本就不认识的人去撩骚你觉得这种可能性大吗 这个人是要desperate到什么地步 他才会去在茫茫大海的这种网络上寻求不认识的女生求认识 如果是专门约会的那种交友网站还有可能 那么一般从而下其他的这种基本是不可能的 什么instagram什么facebook这种尤其是linked in who does that 这基本是不太可能 那即便是正经的这种约会交友网站上交到的男生 那像这种男生其实就稍微有一点难以实验 因为两个人都是抱着谈恋爱的目的 才会去使用这些交友或者约会的软件 那我教大家一招是可以识别杀猪盘的 就是杀猪盘一般用的照片它都不是自己的 所以无论它再有什么高明的骗术 它是见不得光的 所以它第一不能跟你视频 第二不能跟你见面 不管你在交友网站上认识到什么样的人 你在微信聊到一定基础之后 是一定要视频一定要去喝杯咖啡的 为了你的安全 你在第一次约会之前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briefly很短的进行一下 社交网络的这种视频的交流 然后确定一下你一直在聊的这个人 是你在网站上看到的那个人 这是其一 其二你第一次约会的地点 我觉得最好最好的是约在 人潮非常吸壤的这个闹市区的白天的咖啡馆里面 我最建议的就是early afternoon或者说brunch 像这种都是ok的 如果你约咖啡的话 你不喜欢这个人 你也可以掉头就走 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而且在人潮汹涌的这个闹市区 大白天的话 你的安全系数也是非常高的 这两招一般情况下 所有的杀猪盘你都基本上都会被毙掉了 因为它是不可见光 它是不能跟你见面的 我在这其中还了解到一点 这个杀猪盘之所以可以得手 是因为现代的女性真的太辛苦了 尤其是很多大龄的这个职业女性 为什么这么多高知高收入的女性会被骗 因为可能在生活当中 人呢都是很希望能够得到关爱 那如果她一直在职场打拼 觉得自己很累的话 她真的很希望在下班的时候 能够有人去关怀她爱她 这点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理解 但是姐妹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啊 因为如果一个高富帅的人设 又是那么的会关心人那么会爱护别人 她单身的可能性是低之又低 而且记住优秀的人都是非常自我的 优秀的人一般都是不会去关心和爱护别人的 尤其是在还没有见过你跟你不怎么熟的情况之下 只是在网上进行一个简单的交流的这种背景之下 一个人会表现出对你非常大的爱慕和暧昧 甚至是爱情 这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你一定要打很多个问号 因为99%他已经把你当成了杀猪的对象 时刻保持清醒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无理由的爱你爱到 无法自拔 但是你要想清楚 她为什么要对你这么好 如果你没有范冰冰的脸 皮娘娘的身材 和凯莉珍尔的身价 一个人为什么会突然间对你表现各种殷勤 一个人在单身了这么多年之后 为什么突然想要跟你结婚 我不是说这个完全不可能 但这个是大概率不会出现的情况 每个人大概都有自我感觉良好的一面 但你记住人的本性永远是自私的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为别人牺牲 也没有一个人是颇不及待的要去照顾关爱另一个人 除非他另有所图 所以如果一个人突然间对你好的不得了的时候 你一定要敲心尽忠 还有一点啊 就是其实杀猪盘最终的目的是骗取你的钱财 那他一定会牵出 比如说自己正在搞副业 或者说他朋友在搞副业 或者说他有一个什么好的投资项目 他一定一开始是以欲擒故纵的这种方式来吸引你上钩 他一定说 这个只是我家里人才能参加 或者说我们的关系还没有进到那一步 他是利用心理学的这种 让你觉得这是一个你上岗的这条船 这船就开走了这种稀缺资源的这种思想来吸引你 但是宝贝们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好的投资机会是不会落在我们这种普通人的身上 你知道美国Therino那家公司用一滴血厌血的那个惊天大骗局了吗 来自硅谷的那个founder的女孩叫Elizabeth Holmes 后来大家讲为什么这么多牛逼的人都被他骗了 包括美国的前婆母亲包括甲骨文的创始人Larry Allison 包括莫多克这么多的大佬怎么会被他骗了呢 后来大家就分析 因为这些人啊作为投资人他们知道好的投资机会是瞬间计事的 每个人都怕错过了下一个苹果 所以都拼命的把钱投进去 在这里他也是利用的这种心理学 就是要告诉你好的投资机会真的是转瞬计事 而且是非常难得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让你赶快投资 但是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天上不可能有掉下面的事 如果有好的投资机会也绝对轮不到你 因为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 我们既不是硅谷的资深投资人 我们也没有强大的深不见底的这种资金的大力支持 好的投资机会永远都不会落在我们这种普通人身上 我因为做财经记者多年的经验告诉我 真正好的投资机会只有在投资界摸爬滚打了N多年 而且有深不见底的这种雄厚资金支持的专业投资人 才会投得到我们普通人是不可能的 不要去做这些梦 喜欢做梦的人相信天上会掉馅饼的人 最后一定会被骗得非常的惨 那讲到最后我还有一个终极绝招 就是一定一定一定会防止你被骗钱的终极绝招 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绝世好男人 除非他已经跟你结婚很多年 并且跟你有了自己的孩子 否则一定不要给他钱 记住这句话 你的钱永远是你的钱 把好自己的钱一分钱都不要给男人 姐妹们我们是去谈恋爱的 我们不是去扶贫的 你要记住你结婚的目的是要组成家庭 一加一等于二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 如果这个人的到来把你现有的生活水平拉低了 那真的没有任何的必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如果你说我就是愿意找个人 我供钱来养着他 我愿意应该当我没说 那其他的很怕受到伤害 又不愿意让婚姻成为他生活水平下降的 这个牵绊的这些姐妹们 一定要记住我的话 哪怕我们退一万步讲 这不是个骗局 你男朋友找你借钱他来创业 记住那一定要等结婚领证之后再资助他 因为你在婚前资助他 他的创业成果 他就是再山高远大 成了马斯克也跟你毫无关系 所以不要做这种无谓的投资 婚前一分钱都不要给男人 那婚后如果说你的伴侣真的需要你的钱了 他也是你的孩儿爸了 没有办法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他真的需要你的经济帮助 你是可以考虑要帮助他的 毕竟是自己选的老公 而且是你的孩儿爸 就是在那种情况下 如果你被骗了 那至少骗你对象还是孩儿的爸 而且即便是你们两个都被骗了 也至少能表现出你很爱你老公 但是除了那一种情况之外 在其他任何的情况之内 都要记住这句话 绝对不要给男人一分钱 无论他跟你承诺 怎样的海事山盟 无论他给你许诺 什么样的金山银山 把守好你自己挣来的每一分钱 我们并不想成为那种 非常物质的女孩儿 叫老公男朋友 一定要给我买这 你要买这买那 这些都不需要 但是我们的底线是 在两个人没有互相了解 很多年 形成已有的受法律 保护的这个婚姻关系 甚至有了孩子的关系之后 记住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静 绝对不要让任何人 把你来之不易的 积攒的财富给骗走 那最后还要说一下 我看了小红书 有姐妹分享了 各种朋友被骗的经历 然后他们大多数的人 都不愿意跟家里人说 因为他们觉得很丢脸 也有很多的人 他不敢报警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你已经被骗了 看到这个视频已经太晚了 记住我的建议是 你一定一定一定要报警 不管对以前被追回来的希望 有多么渺茫 至少也比你不报警 要来的容易一些 而且记住 也许你的家人不会理解你 也许你不想跟家人说 也许你怕 从各种七姑八大爷那里 得来各种嘲讽 他们不理解 这我都能都能都能明白 我非常的relate 但是一定要报警 相信我们的法律 相信我们的公检法机构 不管是不是最后 能够抓到这个骗子 而且不要怕 分享出你的经历 就算我们抓不到这个骗子 也为未来的这些姐妹们 上一课 也给未来的姐妹们 敲个警钟 OK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这真的是新年第一课 我知道很多 畜生卫生的女孩子 都很容易被骗 我希望所有的女生们 都永远能保持头脑清醒 不怕太小心 我们甚至可以 Default 把所有人都当成骗子 就是说 You are 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 我宁愿这样啊 错杀一百 不错过他一个 也千万不要 让你自己的肉体 和钱包受到伤害 好不好 你们有没有遇到 我是阿猪盘 有什么样的经历 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好不好 然后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不管是不是被骗 不管是不是这种 专业的诈骗啊 我们也希望将来 可以一起聊 如何在恋爱当中 做好地保护自己 不让自己被骗 不让自己受伤 还有这个话题 好不好 OK 我爱你们 我们下次聊 Bye